要重傳就好了 特別注意,這邊有個private 不過現在不能傳 必須重複製作一下 把它複製作一下 這個時候就可以傳 請各位很簡單 第一個 把你的網站按右鍵 用壓縮的方式 壓縮成自己IP 記得喔 一定要自己IP 你不要給它壓 RAR 或者7Z 傳上去就不行 一定要自己IP 第一個 那如果你沒有7Z的話 你好像可以傳送到吧 這邊也有一個什麼傳送到VIP檔 也可以啦 反正電腦裡一定有這個功能 然後壓縮之後 就變成一個VIP檔 第二個的話呢 直接從這邊upload ZIPfile 到你桌面上找到那個檔 這應該都很簡單的 只要不要做錯 應該都ok 這邊這個檔 開起來 這個時候他就upload了 upload上去之後的話呢 他會問你說 你這個app叫什麼名稱 先給他一個102 102app 以後如果你自己改 有個什麼discription 就是你的那個 這個app的敘述啦 如果有你就打一下 沒有的話呢 你就跳過沒關係 這邊有個ready to build 這個時候呢 才是正確你要去建立的 不過呢 iOS預設一定是紅色的 為什麼 因為他一定要有iOS的開發者帳號 才能夠傳上去 所以如果你沒有iOS帳號的話 他就沒有boke 以前有很多版本 現在只留三種 因為目前手機 好像智慧手機 目前大概最常用的就這三種 不過應該已經慢慢變 只有兩種了 第三個這個好像越來越少了 如果你拿那個window phone 好像會被人家笑 之前有個同學說 老師我買這一支open ok 我說哪一支 他就拿給我這window phone 我說你怎麼會買window phone呢 window phone app 連要找都很少 他說他去暢坤那個店 那個店員跟他推薦的 那當然這沒辦法 你已經買了嘛 你買window phone幹嘛 app跟人家都不通 對不對 所以基本上就是這個 如果是已經變成藍色的 還是綠色啊 這搞不清楚 反正就是有變顏色 不要是紅色就對了 恭喜你 成功了 這個時候請你看一下 QR Code 所以如果你現在有智慧手機 請你把它拿出來 scan一下 我剛剛做的那一個app 也會傳送到你的手機裡面 所以以後的話 做一個手機app 原來是這麼簡單 那你以後怎麼樣 可以把這個QR Code存起來 然後呢放在一個地方 以後呢 條碼掃描器 一掃 我現在把它掃一下好了 這邊就會產生一個超連結 你就怎樣 點下去之後 他就可以直接怎麼樣 問你要不要安裝 像這個地方我就把它下載下來 然後把它 應該一下下吧 他大概檔案190K 然後把它開啟 它是一個APK檔 所以你記得 你要安裝的時候呢 你手機的安全性 一定要把那個什麼 位置來源選項有沒有 要打勾啦 就是不是從Google Play裡面安裝的 那把它安裝起來 裝起來之後 這個地方的話 按安裝 大概不下幾分鐘吧 反正這個app就會在手機裡面 非常的簡單 但是這個方式沒有經過Google Play 只是說你平常使用 如果你要上架的話 那有上架的方法 可能你要再經過認證 其實這個方法 那個phone game 因為它沒有跟你收到半毛錢 所以認證的話 它可能會跟你要個費用 不過也合理啦 因為你經過它嘛 收點保護費嘛 最近我們不是也 最近也有人跟我們要保護費嘛 對不對 好多單 而且我們還被認證 不是IS也沒有認證嗎 有沒有 而且還放在美國旁邊 美國國籍旁邊喔 有沒有 這個其實應該 應該放新加坡 新加坡沒放 馬來西亞也沒放 我好像沒有人抗議喔 好像最近好像沒有 而且這種以前一定會抗議的嘛 他應該跟跟他一直抗議一下 OK 沒有這個其實這個 然後可以把它打開 打開之後各位可以看到 欸剛剛做的喔 而且喔 它的流暢度喔 其實蠻高的 我的手機喔 應該適合新的 沒有什麼問題 跑起來也很順 字都很清楚 這個要花多少時間 其實如果你說真的啦 你已經做手了喔 大概做一個這個APP喔 大概幾分鐘應該就搞定了吧 你有樣板嘛 把它套一套就OK了 欸就可以 出出一個東西 手機就有人 你可以呼呼人嘛 欸你看這我做的APP 對不對 好 所以很快的 不過這個部分是靜態而已 他還沒有辦法連到資料庫 所以未來如果說你希望連到資料庫的話 當然還有後面的課程要講 然後或者是如果你要連到Google地圖也可以啦 然後連到Local端的資料庫也沒問題喔 不過這個後面我們再繼續去跟各位講一下 那今天第一次喔 就先跟各位先講到這裡 最後呢 還有一個很重要 什麼什麼問題就是說 如果因為你有free只能放一個 那如果你要放第二個怎麼辦 開第二個帳戶 對 開第二個帳戶 開第二個帳戶 那如果你要第三個呢 再開一個帳戶嗎 第四個再開一個帳戶 其實有個簡單的方法 就是你把這個喔 這邊點下去 它其實可以下載APK的 那也就是說喔 你已經下載下來了 那這個東西你可以再把它放到雲端硬碟 的某個地方 再產生一個QR Code 就好了嘛 你就也不一定說要靠它的QR Code嘛 你也可以用Google裡面的那個 那個Google點GL服務 有沒有 你就把它丟到雲端硬碟 APK嘛 然後也產生一個QR Code 一樣可以安裝啊 不會有問題 那你這個地方 你可以把它刪掉 再傳 再產生APK 再刪掉 那它的角色就有點像什麼 幫你轉換的一個 什麼雲端服務 謝謝 謝謝